那过去呢这个朱砂又是红色的很漂亮 那有女的呢 可以把它带可以涂在嘴巴上 可以变成口红嘛 耳朵上点一点 比如小孩子受到惊吓 受到惊吓晚上会那个那个 无缘无缘哭叫起来对不对 啊叫得很惨 好像看到鬼一样 妈妈就拿着朱砂在耳朵上点一下 没有硬当地点那就是朱砂 点一下就能够振兴嘛 那点一下外用也可以啦 还不如吃 那你我刚我刚刚讲的剂量有没有 大人吃的不是指甲丢下去这样 那小朋友呢一咪咪咪一点点的 到了他的米饭里面给他吃都可以 就光朱砂都可以 那怎么会有毒呢 现在有个无知的人说不能 最重要你的你的越多的药 不能用被限制住的话 你的武器就越来越少嘛 那朱砂很难取代的 很难取代的 有的药可以取代的 朱砂几乎没办法取代 这个用量一般水费用一用 半合其他药 单浮食二三分 好很少啊 一点点的药 你不能煮的 就是直接吞的 不能煮的 不要煮 那禁忌呢 一般都是生火炼则为水银有毒 好就是生用 如果你吃太多的话 因为他是重罪 会让人神好 这个因为朱砂有定神的功能嘛 吃太多的话 便呆呆的 坐里面呆呆的 如果是耗动我 对吧 我领可你吃朱砂 也不要去吃这个 Ratling 至少朱砂比那个海洛因好 对不对 海洛因还是 人工的毒品 你看坏不坏 药厂坏不坏 你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